再说天机道人带着两个孩子游历 一路走来 已是惊风送爽 树叶发黄 一阵风来 黄叶便飘了满地 随着三人一路走来 身后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枯桑 这一日来到了吴地城 见日色已晚 便找了一家客栈投宿 这客栈肃静的木桌木椅 虽不好华 但干干净净的 老少三人走了进去 要了几个菜 拿起筷子 刚想吃 忽然门外一阵喧嚣 夹杂着女人哭泣的声音 三人皱起了眉头 店家在一旁叹气 原来是隔壁豆腐店老板的女儿 长得略有几分姿色 却被此地先门一世的少宗主看上了 几次三番前来相逼 想纳为第十八房小妾 被拒绝后 如今更是率领恶奴直接前来抢人了 三人闻听心头愤怒 这一路走来 这样的事居然层出不穷 急步出了客栈门 正看到两个恶奴拉扯着一个年轻女子 两个老人上去阻止 却被几个恶奴踹倒在地上 拳打脚踢 卫宣大怒 飞身而起 身子凭空拔起 两脚在空中分开 分别踹向那两个打人的恶奴 蓝玉一身子一飘 抬腿踢倒了抢拉少女的恶奴 几声惨叫过后 那几个恶奴断了胳膊腿 躺在地上呻吟 卫宣喝倒 一群混账 青天白日 朗朗乾坤 居然抢抢民女 这是无法无天了吗 一家在这无地城 横行多年 从来都是称王称霸惯了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待一家人的 今日之事实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一时众人 竟然一时愣住了没有反应过来 半晌 少宗主一狗阴冷地看着二小 两眼之中的目光 更是像毒蛇一般 哪里来的小杂种 居然敢管老子的事 动手 不管你是谁 有什么来头 今天都要死 他后退一步 挥手示意 杀了他们 一时那边 立刻有五六位门声飞扑过来 其中两人 更是在半空中就亮出了兵器 见光闪闪 呼啸而来 两娃眼中目光冰冷 跟这样的人 有什么道理可讲 两人凌空而起 迎上见光 咔嚓啊 几声惨叫过后 那几个门声 纷纷趴在了地上 断胳膊断腿 更有一个 胸前 肋骨都断了几根 地上鲜血横流 一狗惊距万分 看着面前的一地狼藉 张大了嘴 发不出声音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两个小毛孩子居然是高手 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意外 看着二小向自己逼近 一狗终于惊恐大叫 助手 不要过来 我乃一是少宗主 你们再赶过来 我 我 助你九族 梁小琪琪笑了出来 哈哈 就凭你一架 你有这个资格 有这个本事吗 蓝玉又是飞起一脚 将一个护卫 踢断了胸骨 魏轩也将另一个护卫 踢上了半空 虽然天色已晚 围观的人 却是越来越多 看到吃瘪的是一家人 几乎所有人 都露出了解气的眼神 这些年 一家在此横行无际 早就恶计如山 眼见终于遭了报应 不由大快人心 杀了他 杀了他 围观的人群中 忽然有人喊了起来 一狗的眼中 变得更加惶恐 怨毒的眼神 向人群中看去 一狗突然飞身而起 想要逃离 他已经决定了 逃回去之后 就召集人手 将这两个 不知哪里冒出来的 小孩抓回去 折磨到死 连围观的人 他也不准备放过 统统该死 走 你逃的了吗 魏轩一声冷笑 像你这种 你活着 别人就没有办法 好好活下去的人 还留在世上干什么 黄泉之门已然洞开 次日 处理完一事的事 一老二小离开无地城 蓝玉岛 失足 为何我们一路所见 仙门百家都是如此不堪 这个世道为何败坏如此 天机到人道 这个世界的特权阶层 世家这个势力历经千年的洗礼之后 早就腐朽不堪 他们从上到下 何曾将普通百姓当人看 这样的势力 已经到了该毁灭的时刻 只是改变几个领导者 早就无济于事 必须从根子上 全部一起毁灭 而世家又都是修仙者 这无疑大大增强了其统治的稳定性 因为 普通百姓是无法与他们对抗的 更别说 覆灭他们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他们狗咬狗 同归于尽 魏宣道 覆灭世家后 我们在复兴建立门派吗 天机到人道 不 我想了很久 门派和世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所以 门派和世家一样 也是要受到约束的 侠以武犯禁 无论在什么世界 都是一样的道理 武 这个字包含万千 其中最为让人牢记的 无非就是暴力二字 一言不合 妻不见邪 是为武 纵意江湖 杀人越祸 是为武 所以 所有的武人 包括修仙者 都应受到律法约束 杨小琪琪问道 那么 依师祖看来 这个世界以后该当如何 天机到人道 这个世界 不能让一家或者几个世家门派统治 世家门派都可以存在 却要受到约束 不可以再有这么大的权力 两个孩子 哦 天机到人 在这个世界上 建立起国家 才是长治九安的大方向 国家一旦建立 就需要选拔官员管理百姓 先门百家和葛大门派 可以选出代表 与百姓代表 共同组成百家议会 重大事件可以讨论投票通过 另外 在设立局外制衡的机构 监督者 作为监督机构 监察天下 监察者 也应设立一部分监察君主的权力 比若不闲 可让闲者取而代之 当然 前提是 取得百家议会通过 大善 两个孩子脸上露出佩服的神色 真不愧是失足 魏宣道 那现在祈山温氏和仙门百家的战争 正打得热火朝天的 我们站哪边 帮温氏吗 天机道人道 我们帮助弱者 祈山温氏弱了 我们就要提供福转法器 帮助他继续和仙门百家战斗下去 如今 仙门百家弱了 看起来离分崩离析不远了 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 我已经传信回去 建议帮助支援仙门百家 可以低价卖给他们一些福转法器 还可以以你们父亲的名义赠送蓝师一批福转法器 我们规装有义务帮助弱者 让他们继续战斗下去吗 梁小 啊 哦 师祖是要消耗他们双方实力 天机道人 是啊 等他们再打上的三五年 咱们规装再兵出一灵 以摧枯拉朽之势一统天下 建立国家也就顺理成章了吗 梁小琪琪点头 不错 不错 到时候 父亲和爹爹做皇帝 双帝并立 真是想想就激动 天机道人 你们父亲和爹爹都不适合当皇帝 梁小 为什么 他们那么好的人 为什么不能当皇帝 他们应该能成流方百世的皇帝 天机道人 就因为他们是纯粹的好人 才当不了皇帝 从古至今 传世人物 有忠有奸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想要在历史上流方百世 远远比一臭万年要艰难得多 所以 那些能够流明清史的正面人物 他们的心眼 恐怕要比反面人物要奸诈得多 心眼也要多出很多倍吧 更何况 一江功成万古枯 帝王一怒 福尸百万 你们父亲和爹爹太善良 做不了那样的事 就让他们好好修炼 以身力道 从此跳出三界 不再五行 逍遥世上吧